大中华投资策略研究学会副会长,港股,李慧杰表示,美股上周五做好,道指及标指再创新高,但港股周一,十日,跟随高开后升幅有限。 恒指红正中货区现时已上移至29,000点附近,下方支持维持于28,000点水平,预期暂时仍在此区间上落,而恒指50及100天线越缩越窄。 现时紧不足200多点,相信待不明朗因素消除后,五月中之后或有新格局,市场炒作经济复苏概念,刺激商品价格上涨,金属及资源股亦跟随向好。 你认为在相关股份中,三桶油走势相对落后,仍有炒上空间,至于金矿股亦受惠金价上升,指金矿业02899及招金矿业01818可以250天线作为短线目标位。 代金价升至每盎市1900美元,相关股份或在有新突破,你又指,腾讯00700近期股价偏弱, 即使低位见599港元,由于集团业务方面仍面对较大的监管压力,股价或先行整顾才有再上,有货的投资者可继续坐,后市仍有机会上市640至650元水平,但无货在首则未移留底。